先針對這個不幸的保齡查室的相關案件來跟您就叫 比如說著名的王八千更正王定宇委員 他就自己在臉書上說 3月19號就有所謂命危案例 結果台北市直到327才有動作 環節出問題 可是呢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市政府根本不是到327才有動作 324就第一時間立刻稽查 325二度稽查 326三度稽查 然後勒令停業 327再度勒令停業 所以請教市長 王定宇委員是不是就這一篇臉書 他就在造謠 的確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哦 新北市在3月24號通報 所以中央和台北市政府在3月24號接獲通知 當天台北市政府就在3月24號下午 到現場A13保齡查室進行稽查 特定的節目在講說北市府慢班拍 蔣只會找中央求救 好像所有事情只有中央在做事 北市一點事都沒幹 胡思堯委員他講說19號就有受害者 為什麼24號才有通報 所以他抨擊 通報機制已經失靈 但真實的狀況是該個案不幸的個案319用餐 321才送醫 醫院呢到了3月26號才通報 因為在這段期間 他的症狀 醫院根本無從判斷 他是所謂的食物中毒 是他3月19開始就有人生病 不表示我們都知道生病不一定立刻去就醫 那我們沒有辦法 就如藝術這邊寫的上帝視角 台北市哪一個民眾生病 他們有就醫衛生局會知道 然後這是全台灣首例的米酵菌酸的食物中毒 我們有可能苛責醫護人員 要再收到個案的第一時間 立刻判斷是食物中毒嗎 譬如我們台北市衛生局 或者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苛責 這四例在家務病房住這麼多天 都沒有辦法得知是食物中毒的醫療人員 但王定宇的發言是難與事實不符 警察局也在這邊 我建議我等一下質詢完 就直接告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等一下我們就來做筆錄 然後接著就可以請王定宇來做筆錄了 還有人抨擊說你看 6個人這個才停業 但是市長應該知道 依照中央本來的規範 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要點 要多少人中毒才啟動調查 根據中央食藥署的規定是6人 中央的規範是50人 中央規範要50人中毒 他才得派人調查 所以台北市今天 雖然規範是6個人 然後我們還提前不到6個人 我們就覺得要主動停業 第一個建議還是要修正 不應以人數作為規範 而應該是以情節輕重作為規範 第二個未來要增加相關檢驗量能 包含人力及設備 再第三相關的事情 要及時的再透過市長的臉書 以及我們本來的市政的這個LINE平台 來做宣導